欢迎大家来到棉花田名人讲座 听专家聊健康 我是营养师提音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到的一个健康话题 是现在很多家长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状况 就是孩子眼睛的一个视力保养的部分 像现在因为已经进入到一个叫做 三级的一个防疫的一个关系 所以很多上班族不只会在居家上班之外 其实很多的学生也都改成在家里面 做到一些线上学习的一个情绪 那在长时间接触这些3C产品的一个情况之下 很多家长就会问一个问题 这样子对于眼睛的健康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性呢 那我们又要如何来去做到一些的一个保养 降低就是这些3C产品对眼睛的一个伤害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到 这样子的一个健康话题系 那在如何预防孩子的视力变差之前呢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孩子的眼睛的视力会变差 到底是哪些原因所造成的 其实呢造成台湾呢 儿童视力恶化有一个很大的因素点 就叫做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什么叫做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呢 我们来透过一个就是说 陈佑昌眼科医师这边所提供的一个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就是 我们呢大概会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出现 近视这个状况呢 大部分都是开始上小学之后 因为呢台湾其实随着就是说 上了小学之后我们呢 阅读写功课的时间整个拉长了 那对于说近距离用眼的这个时间 当我们如果说写作业 时间超过大概是20分钟的时间 而没有去做到休息的情况 这个时候眼睛他就有可能会出现近视的状况 那我们现在的人你也会发觉到 近视的人越来越多 是因为3C产品加入到我们的生活里了 包含呢你也可以去看到 我们呢如果说除了写作业之外 再加上打电脑 或者说像是玩手机这个状况的时候 近视的几率是会拉高的 而如果说今天我们又出现一个状况 叫做知识不正 距离更近的 比方说我们趴着写功课这种情况的话 他呢近视的比例又会更加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就是说在卫福部这边 他有去做了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里面呢 他就去有去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像我小时候 根本就没有3C产品这件事情 但是呢我还是要是近视的 就是属于说我很认真读书 长时间认真读书这种的 所以我都会笑一些人说 你没有近视 你可能是属于不爱读书的一个族群 但是呢在现阶段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小朋友他放学之后 包含说像是幼稚园的小孩子 国小的小朋友 或者说国高中这些族群 随着年龄的增加 其实他们在使用3C产品的时间 是整个拉长的 时间的拉长也就可想而知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近视的比例是会跟着拉高 而且呢你也可以从这个数据里面 你可以去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平均在使用这些3C产品的时间里面 其实都大概不管哪个年龄层 几乎都有平均一个小时以上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台湾血统的一个眼睛的照顾 其实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在2017年国民健康署 他这边去做了一个就是说 儿童青少年的一个事例监察的一个检测调查里面 他就去看到了幼稚园 其实你会发现到很多幼稚园的小朋友 也开始戴着眼镜 因为呢有10%的儿童 他们已经有出现近视的一个状况 而如果说他是在小学的阶段 小六的时候 在我们的一个调查数据里面 也有看到 有70%的小朋友 是有出现近视的问题 而且其中有10% 已经超过了高度近视500度的状况 那这个高度近视500度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再来做一个说明 但是呢 他对于眼睛的健康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数据 当我们到国中的时候 你又可以去看到 度数又超过 有1%的人有超过500度高度近视 而且80%的学生是有出现近视的情况 高中生更严重了 85%的人会有近视的问题 也是超过1%会有出现高度近视的一个问题性 所以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学生 随着他的一个 就是说 幼稚园 小学 国中高中近视的比例是不断的攀升 而且呢 在这里面呢 因为我们的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也造就台湾有一个王国之称 叫做近视王国 因为呢 WHO其实他们有去做了一个研究 其实台湾在统计里面呢 近视的比例人口数 其实是全世界居管 也就是说台湾在2021年的2月份 华视新网这边他们有去做了一个报道 就是台湾每10个人 就会有9个人出现近视的问题 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度近视的人口之下 台湾的一个近视的特点 更是属于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在幼稚园低年龄的这个阶段里面 他就已经有出现近视的人口数 其实是比其他国家还高的 全国90%的人有所谓的近视的问题 而且高度近视度数大于500度的比例 又高过于其他的国家 那这里呢 我们也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 高度近视是什么 其实什么又叫做近视呢 为什么说这样子长时间的看近物 它会造成我们台湾变成一个叫近视王国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因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其实当我们的眼睛呢 如果说先看一下左边 当我们的眼睛其实 他在看远端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是呈现在一个 叫做放松的一个状况 那我用这一个水果来做一个示意图一下 也就是说当我今天呢 我在看远端的时候 我的水晶体旁边这个圆圈圈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水晶体 水晶体呢它会呈现在一个叫放松的状况 也就是旁边有一个肌肉组织叫做结状肌 结状肌呢它会让我们的水晶体 呈现在一个放松的部分 那我们的眼睛呢在正常的构造之下 它就会有点比较类似 像这样子的球形好的一个球形体的一个状况 但如果说我今天要看静物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要去做到一个叫对焦的动作 所谓的对焦就是我旁边这个结状肌就会挤压 挤压的时候就会让这个水晶体变得比较厚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水晶体经过被挤压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眼睛就会有一个情况就是 它会分泌一些的一个物质 那长期下来的时候 它会让我们的眼球变长 也就是会让你的眼肘 呈现在变长的一个状况 就有点变成了 好我现在手边所看到的这个南瓜一样 你的水晶你的那个眼球 本来是从圆形的变长了 那变长的时候 这个时候眼肘越长 就代表你的近视的度数是越深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眼肘变长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样子的问题性呢 有一个WHO里面 它就有去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越早出现近视的时候 失明看不到的机会 其实是会更高的 那为什么它会出现失明的一个原因 等一下我们会再做一个完整说明 但是原则上有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我们的眼睛被拉长的时候 我们的眼球 其实后面有非常多的视神经 叫做视网膜 当我们的眼球的轴度被拉长的时候 我们的视网膜也会呈现在一个 叫被拉扯的一个情形 也就是说它会变得很脆弱 血管这边的一个小血管 也会呈现在一个叫脆弱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刚刚在刚刚的一个数据里面 有去发现到小学的近视 然后到国中之后 到高中之后 它的高度近视的度数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叫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况 就是其实在眼科医师 他们这边有去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一直在发育 18岁以前它都在发育的一个阶段 所以如果说你在小的时候 你就出现近视的时候 你的眼睛度数的增加 平均一年会增加个100度 所以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家里面的小朋友 小一的时候出现近视的 小一的时候是几岁呢 算一下 大概我们讲7岁好了 那这个时候7岁到18岁这段期间 我们讲11年 11年之间你的度数很有可能 就会变成是叫做上千度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讲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台湾的高度近视 近视王国的一个特点里面 有去提到一点就是 发生近视的时间 年龄层其实是变低的 因为年纪越小就开始出现近视的时候 造成高度近视 也就是说你的度数大于500度的机会 它其实是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高度近视的时候 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WHO提出警告 高度近视 也就是我们的度数大于500度的时候 你会有失明的风险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台湾里面 90%的人口是有出现一个 在做近视的状况 我们可能以为说我去做一点雷射手术就好 可是雷射手术它处理的是前面的角膜 后面的眼球整个被拉长的这个问题性是没有办法被处理的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去预防 就是眼睛的视力的一个恶化的话 一定要去从小开始 那为什么WHO它会去提出这么大的一个警告 就是说高度近视会造成失明的一个风险性呢 我们这里也透过一个就是中华民国的爱盲协会 它所提供的一个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去看到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台湾好了 很多会造成所谓的一个失明的一个原因点 来自于像是所谓的一个白内障 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像是青光炎 视网毛玻璃以及黄斑部病变的这一些的一个问题 那当我们来看 如果我今天是呈现一个近视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这个近视的状况 如果你今天是属于高度近视者 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度数大于500度 这边还在讲是旧资料是600度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到白内障它的发生几率是 比一般的人高出5倍 青光炎会高出14倍 视网毛玻璃的状况会高出22倍 黄斑部病变的更会高达41倍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里面我们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 白内障它到底是什么 其实白内障其实我们国人应该算是比较常听到 说是在长辈当中 其实是很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 可是今天如果我是属于高度近视的人 其实它的一个白内障的发生的时间 是会整个往前提高的 当我们出现白内障的时候 也就是代表我们的水晶体 呈现了一个叫做雾化老化的一个状况 这个时候它就影响到我们的视觉 就会呈现在一个叫雾蒙蒙 就好像起了浓雾一样 你的视线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性 所以在白内障整个的发生率而言 它会变高很多 那清光眼的部分呢 它也更是造成我们眼睛 就是失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点 清光眼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因为眼压过高 没有错 当我们是属于高度近视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眼球轴整个被拉长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一些防水的一些的代谢啊 循环的部分呢 它就会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性 而导致眼压容易过高 那眼压过高的时候呢 其实清光眼它一开始 它有一个特点的地方就是 它也有一个名字 就是有点叫做隧道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右边这一边 你没有发觉有点类似于就是 我好像旁边就好像是一个 用一个圆圈圈在看东西一样 我的周围其实是看不到的 所以其实在清光眼 其实它早期初期的一个现象里面 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比方说 你可能会因为你有清光眼的关系 所以你的视线里面 你是看不到其他你旁边的一些的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余光 你会看不到 所以你可能会很容易 就是一不小心就撞到别人 而你都没有发现 或者是说你在开车的时候 后面突然有车子要过来 其实是你很容易没有发现到的 所以清光眼它很容易出现在 就是说你今天走到路上的时候 你可能特别容易跟人家发生一些碰撞 或者是说在家里面的时候 很容易东西可能在对焦上面没有放好 而出现掉落的这些的一个现象出来 当你的清光眼状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你的视力就会越来越小 你的那个范围就会越来越小 到最后面就好像透过一个管子 在看这个世界一样 所以清光眼对眼睛的一个伤害性而言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那视网膜玻璃呢 在很多高度近视的人其实都很常发生 当中它发生的一个情况点就叫做非纹症 非纹症呢 大概很多人大概也有这个经验 就是你会发觉好像前面有很多的小黑纹 想要打可是又打不死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小黑纹呢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有说我们这个眼球 其实它的后面 我的手包住了这个部分的后面 它就叫做视网膜 也就是所谓的视神经 视神经呢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视觉 呈现影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经系统 所以当你高度近视因为眼球被拉长的关系 被拉长了 你的视网膜就会变得很脆弱 就像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你会发觉到有没有 整个后面指射的那一区 就整个呈现在一个叫做剥落的一个状况 这个时候的剥落就会造成 你看东西会有一些闪光 或者是我刚刚提到小黑纹 或者是你整个视线上面 会做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性 造成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失明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状况 那还有另外一个跟视神经很大的关系的部分 就叫做黄斑布 黄斑布的部分 其实它是我们的眼睛 我们可以带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说前面呢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水晶体 水晶体的正后方 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尾端的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它很小 可是它是我们所有的视觉影像区最重要的位置 因为我们95%的视觉影像 都是透过黄斑布的这个部位 来去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像 传输到我们大脑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是属于高度近视的人的时候 你的这一块的黄斑布也会特别容易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的时候 因为你的视觉会容易被扭曲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觉 就像我们的那个投影片上面来看 它会呈现在你的画面会有点扭曲的状况 然后开始出现一些模糊 然后呢 因为它是影像区 所以你会到最后面再严重一点 就是整个黑黑一大 你看到的东西跟清光炎刚好相反 它是从中间点开始不清楚 然后只剩下最外围的余光 所以这个黄斑布病变 它造成所谓的失明的部分是很严重的 加上它是我们眼球底部最内部的地方 在现阶段其实在治疗上也是一样 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WHO 它一直很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注意你的近视的这个问题 因为近视不是只是说 我戴个眼镜就好了 像我的度数虽然不深 可是呢我也会有一个情况就是 当我把眼镜给拿下来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说有点呜呜的 虽然说还看得清楚 可是有时候你就是会发觉 你出去干嘛呢 你都会需要戴个眼镜 但如果你今天是属于高度近视的朋友 也就是我们说的度数 大于500度的一个朋友 你的这一些就是我刚刚说的 日后眼睛出现病变所产生的白内障 青光眼黄斑部病变跟视网膜玻璃的这个状况 几率都是别人的好几倍 那这个状况对于你家里面的小孩子而言 如果我们没有提早去做这块的保护的话 他们日后视力绝对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性 所以这个呢如何去避免小孩子太早 就是我们说的出现近视的问题呢 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也是政府 现阶段都必须要去重视的一件问题性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其实在台湾的一个幼儿里面 造成视力恶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点 就是因为3C产品太早接触了 我相信呢很多爸爸妈妈 应该跟我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经验 就是今天呢我在外面餐厅 在过往的时候 我们的餐厅还可以用餐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爸爸妈妈 想要让家里面的小小孩 能够乖乖的坐着吃东西 爸爸妈妈寄出来的武器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手机播放的卡通 或者是有一些游戏 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乖乖的坐着 不要去吵闹 不要去影响到其他的人 所以呢其实在儿福联盟 他们在2012年里面 他们去做了一个调查就是 32%的小孩在两岁以前 就已经接触了3C产品 那有30%的家长 他们会用3C产品当作 安抚小孩的工具 也就是3C保姆支撑 那为什么家长很喜欢用3C保姆 来当作那个照顾小孩的一个用具呢 因为小孩子在吵闹的时候 或者是爸爸妈妈想要休息 阿公阿嬷想要休息的时候 这个时候手机拿出来 你会发觉一件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小孩子他自然就会乖乖的就安静下来 所以这个现象 对于现在很多高压力的一些的现代人而言 他们就会有点习惯性的 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照顾小孩 可是这个部分我们也要让家长去知道一件事情 当我们小朋友 尤其是他太早就去接触到3C产品的时候 对眼睛的危害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也引用就是陈寅三眼科医师 他的一些的资料里面 他就有去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我们刚刚最早也有去看到一个资讯就是 距离越近的用眼其实对眼睛的伤害其实是越大的 那我们一般如果说我要看3C产品的时候 我在用电脑 可能我的距离大概会去抓是50公分 平板的话大概会用30公分 那手机大概会是20左右 那小朋友因为他的眼睛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因为小朋友在早期的时候 他的发育还不是很好 看得不清楚 所以他会很容易拿得很近 再来你要让小朋友说 我手机拿20到25公分 对于他们的而言 手臂的力量还不够大 所以这种情况就会很容易 就是小朋友在看3C产品的时候 第一个距离太近 第二个部分就是 当家长在这块用3C产品的时候 在时间上面没有去做到注意的时候 又会很容易出现一个情形 就是小朋友因为他的眼睛的肌肉 非常的强而有力 非常有力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刚有去提到 我们看静悟的时候 结状机会用力 用力的时候 他就呈现一个叫紧绷的一个状况 可是呢 小朋友的结状机 他很容易就会对焦 但是他要放松 确实比较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的时间上面 没有去做到一个掌控 也比较没有去多做 让一些看户外的这些的活动的时候 小朋友的眼睛就会很容易出现一个 就是结状机的一个疲劳 而出现一种叫做假性近视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对小朋友 那如果说是大人 他也会很容易造成就是提早性的 一些老花眼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产生 那什么叫做假性近视 什么又叫做真正的一个近视 真正的近视呢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眼球走 整个拉长了 拉长的情况越严重 你的眼睛的一个伤害性 也就会跟着越大 那一般真心的近视呢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 一旦你发生了 他讲白一点 就是我回不去了 我不可能说我今天度数500度 我又没有可能变成 我再回去一两百度的状况 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现象 那假性近视是什么呢 他比较容易发生在我们刚刚说的 12岁以下的小朋友 因为他的结状剂比较有力量 那因为呢 可能看近物的时间 你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比较常看近物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结状剂 因为太过于紧绷而没有放松 导致你的视力上面变成 一下子看得清楚 一下子看不清楚 所以他的视力会呈现一个 叫跳动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你发生假性近视的时候 他有一个好处就是 只要呢 我们多做一些 就是互演的一个行为 跟保养的部分 比方说多看远端 看远端的时候 结状剂就是呈现在一个 叫放松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部分 他就能够去改善 他的近视的问题 所以他又被称之为 叫做假性的近视 但是假性近视没有处理好 很容易变成叫做 真正近视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在台湾就是我刚刚说的 因为幼儿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太早接触 3C产品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可能一开始 是出现假性近视 但是还是一样 生活习惯上面 还是一样长期 在看这些3C产品的时候 他呢近视的度序 就会很容易呈现一个 跳跃性的一个增加 这个呢对幼儿眼睛 伤害性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再来就是眼睛 如果太早去使用的时候 尤其是幼儿 因为他呢 水晶体呈现在一个 很清澈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清澈的时候呢 光线特别容易穿透 我们的水晶体 所以呢 他很容易让你的水晶体 呈现在一个 就是过度的一个暴露 光线的一个伤害中 那这时候他也会很容易 就是说造成我们刚刚所说的 白内脏发生年龄层 会有提早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水晶体的影响之外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的眼睛穿透了水晶体之后 会到后端的这个黄斑部的一个部位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视觉影响区最主要的一个区块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一个黄斑部里面呢 尤其是幼儿 饮食当中叶黄素的摄取量 又比较不容易吃到足够量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这个光线对黄斑部的伤害 它就会很大了 那就像我刚刚有去提到的 黄斑部它的一个伤害性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我们的视觉区都是在这里 它的治疗上面 也是比较具有困难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家长可能会比较有感觉的 就是当我在使用这些3C产品的时候 我呢 家里面的小孩 你可能也会去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叫做过动 或者是叫做环臂吧 就是情绪上面就是很容易叫做烦躁 焦躁不安好的这些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说小孩子很好玩 我去让他烦的时候 我给他3C产品 那我不给他3C产品的时候 你大概又会感觉到 小朋友就一直在那边吵 在那边闹 所以家长就又不得不给他这个3C产品 那当我们一直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叫做恶性循环 因为我们刚刚有去提到说 其实眼睛它是一个非常精巧的器官 这个器官就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眼睛啊 后面其实都是整个四瓦膜四神经 那我们的眼睛的这个四神经 跟我们的脑神经的位置 非常的近 也就是说我长时间近距离这样子用眼的时候 这些光线对眼睛的一个刺激 近距离这样子的一个伤害等等的情况之下 你的四神经其实会容易呈现一个叫做过度疲累的状况 过度疲累的时候 它又会很容易影响到我们脑神经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小孩子他会容易变成一个就是 你没有给他3C产品的时候 他会更加的一个烦躁不安的一个原因 然后你会发觉他在读书上面 特别容易出现专注力下降 没有办法好好的坐着去学习 原因点其实也就是因为太早就开始去接触这些3C产品的一个原因性 所以在台湾的一些就是刚刚所说的 事例上面二事例的一个原因 最主要都还是一个我们刚刚所说的 台湾的一个就是升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压力 以及3C产品的一个普及 另外一个就是太早接触3C产品的这些原因点 让我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90%都是呈现一个叫做近视额头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要来讲的一个地方就是 因为在现阶段 我说真的 家里面呢没有使用3C产品 比较不可能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较不可能 是因为我们现在呢很多资讯的获得都是必须要去透过3C产品 我们在线上的学习也必须要去透过3C产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做到一个叫做拿捏 而且又能够去照顾到我们眼睛的健康 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都必须要去学习 还有很多小朋友也都必须要去学会照顾眼睛的一个重点 所以这里面呢我也会很鼓励 如果说你家里面啊爸爸妈妈家里面的小朋友 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来得及的时候 赶快让他先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叫做用眼习惯 因为你能够越小开始就能够有好的用眼的习惯的时候 小孩子的眼睛的视力 他才能够越早去做到守护 避免他日后变成高度近视的一个问题跟风险 那怎么去做照顾呢 其中有一个准则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家长一定要去坚持住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家里面的小孩子还没有到两岁 尽量都不要让他看任何的3C的东西 所谓的3C的东西包含了电脑 平板 手机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就叫做电视 就是记得两岁以前不要让任何的小朋友看任何会发出光的东西 因为这个时候小朋友他这个的那个光线 对眼睛的伤害刺激性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如果要使用 记得叫做一整天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一整天不是一次 是一整天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那你在使用的时候我会鼓励爸爸妈妈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通常很多小朋友他为什么会想要去用这些3C产品的原因 是因为他觉得很无聊 爸爸妈妈不陪我玩很无聊 然后现在又不能够出去玩很无聊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要干嘛 就是玩3C玩手机玩游戏好的这些的部分 那其实我也很鼓励就是说 除了说就是尽量去做一件事情叫做规划 就是说跟小朋友一起来规划一下 我们在防疫期间 我们可以如何规划我们的居家的一些的学习 还有我们的一些的生活当中可以如何去做一些的安排 那当中的一个使用上面呢 我像我自己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也是现在正在小学 然后也是属于在家里面要做一些线上学习的一个状况 那我就会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 眼睛它很重要 因为这个眼睛如果你自己没有去做到照顾 以后看不到的人会是你不是我 那我现在我能够告诉你就是 教会你如何去保养你的眼睛 所以我会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说 好你要用3C产品可以 但是你要自己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 每30分钟我会设定闹钟 就是他在玩手机的时候 我会给他设定大概20分钟 我大概只给他20分钟 那设定完之后我就要让他去做别的事情 不会再继续使用3C了 那这一块的时间上面呢 尽量可以跟小孩子来做一些的沟通 好就是说我在沟通上面的时候可以跟他讲说 我现在哪一个时间点我决定要去用这个3C产品 家长跟小孩子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可以降低亲子之间的一个紧绷的一个问题性 另外还有件事情我也会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用3C产品记得距离很重要 好记不记得我们刚前面有说的 距离越近对眼睛的伤害性就越大 好那小朋友有时候因为他还小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方式 就是依照小朋友的手肘的长度 好就是这个长度呢 比方说我的手肘这样子的长度 我的3C产品的距离大概就是在这个距离 好所以你可以依据小朋友的这个手肘的长度 来告诉他说这个距离就是你在使用3C产品 或者是你在看书的这个距离的部分 因为只有小朋友自己知道要去做 他才能够真正的去照顾到眼睛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盯着他 去做这件事情 好所以一定要先让小朋友去知道 如果我今天没有去做到眼睛的照顾 到时候看不到的人会是谁 就是小朋友他自己了 所以呢我前一阵子我还甚至于 跟我们家小朋友玩了一个游戏 就是把他眼睛给蒙起来 让他去体验一下 看不到的时候的生活的一个状况 那当他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他才会知道说真的耶 我看不到对于我的生活的影响性是这么的大 他才会更加的愿意去做说 为什么爸爸妈妈要告诉他 要这么做的一个原因点 那除了这块的用眼习惯的一个养成之外 我们在现阶段还是要去鼓励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户外活动一天二到三个小时的部分 为什么要户外活动二到三小时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爸爸妈妈也要尽量去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年都要定期一到两次的一些视力检查 了解小朋友的眼睛的发育状况 是不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去做到一些提早治疗的问题 那为什么需要去做一些户外的一些的活动 因为在户外的时候 我们可以晒到太阳 晒太阳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因为太阳可以帮助我们脑部分泌一个东西 叫做多巴胺 多巴胺它可以能够去抑制我们的眼球肘拉长 眼球肘只要没有变长 它就能够去降低近视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面 学校也会安排一些叫体育课 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原因就是在于这里 因为透过晒太阳对于眼睛 它需要很大的一个帮助性 那当然在这一块的话 很多人还是会问说 那现在防疫期间怎么办 比方说我会鼓励大家 你可以去做一些的一个事情 例如就是比方说我们就会在阳台 做一下日光浴 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用一个手 其实就是用一只手 然后就是告诉他往左往右往上往下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转 其实都是一个帮助我们的结状机 去做到一个叫放松的一个部分 那有时候如果说像我们我也会跑到我们家的屋顶 因为屋顶你可以看得比较远 那通过看得比较远的时候 你的结状机也可以去达到一个叫放松的一个部分 那等到日后呢我们疫情趋缓下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家长就可以带着小孩子 除了说到户外去做一些晒太阳的部分之外 其实玩一些球类的运动也很适合 因为球类运动就可以像我刚刚所说的 去做一些叫做放松跟眼部运动的这些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是在生活面上面我们鼓励大家要去懂得知道说如何去保养跟照顾我们家里面小朋友的一个眼睛的一个部分 那除了在这些生活上面的一个照顾之外 眼睛这个时间点也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些的改变 所以呢在小朋友眼睛的一个保养的照顾上面 也都可以去多补充一些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更加放松的营养素 例如叫做花青素 花青素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一些叫做紫黑色系的食物里面 它就会含有 比方说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叫做蓝莓 三桑籽 或者是说像黑醋粒 这些比较紫黑色系的一些的食物里面 它们就含有所谓的花青素 那花青素呢在不同的食物来源 它们的含量以及对于身体的帮助性是也都有点不一样的一个作用性 比方说呢他们最常在这段期间 专家医生也会很鼓励你可以去补充的原因是因为 它可以具有放松结状剂的部分 那我们如果说是成人 好像我们现在在上班啦 也都必须要盯着这个电脑做一些圆端连线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呢花青素的补充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血液循环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时候呢 加上又能够有放松结状剂的部分 所以它具有改善眼部疲劳的一个效果 那当年结状剂放松对小朋友而言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假性近视的一个发生 那另外呢也随着我们现在小朋友也都必须要用3C产品来做一些的学习 或者是说休闲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补充叶黄素其实对于现在小朋友而言 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营养素的一个摄取的一个观念性 好那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花青素的一个来源里面 我们刚刚有提到主要呢 是来自于叫做紫黑色系的一个食物 那黑粗粒呢 它里面的花青素的含量就高达到35%的一个部分 那它里面的抗氧化含量呢 其实能力的部分也是蓝莓的2.5倍 而且它的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1.6倍 所以呢在很多在一些眼科 很多的一些专家里面他们会鼓励就是 我们家里面的小朋友其实是可以多吃一些叫做黑粗粒 因为呢它可以含有高量的花青素之外 再来它对于放松结状剂的部分是有比较多的一个作用性 对于说改善一些假性近视 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眼睛疲劳所产生的这些 眼睛不舒服的这些状况 它也都会有帮助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三桑子的一个部分 三桑子呢它的花青素含量也高达到了25% 那三桑子当中的一个花青素呢 对于我们眼部的这块的维系血管的保护性特别的好 然后呢它里面的营养素又能够帮助我们的柿子质 也就是我们晚上视力的重要的一个成分 柿子质的一个健康度有着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守护健康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性 所以呢在很多人也有去发现到说 如果我今天多吃一些三桑子的时候 它会发觉它夜晚那个视力看东西 会看得特别的一个清楚 就是说比较不会出现感觉上 有点茫茫不清楚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三桑子呢 对于改善我们的一些眼部疲劳 跟帮助我们夜晚的视力更清晰的部分的话 也是比较多专家学者他所推荐的一个 食物的一个摄取成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夜黄素 这夜黄素大家应该算是比较常听到 因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 都必须要去使用到3C产品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眼睛这块的保护上面 如何去降低这些光线 不只是3C产品的一个蓝光 甚至于呢我们现在家里面外面的这个可见光 也就是LED灯 或者是我们的在户外当中的一些阳光 这些的光线其实它不只是会去经过我们的水晶体 它同时也都会影响到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 还有我们的黄斑部的一个部位 那夜黄素这个成分它之所以有名的原因 这是因为我们在眼睛的研究里面发现到 刚刚说的95%视觉的影响去黄斑部的部分 它就含有非常大量的夜黄素跟玉米黄素 那研究里面有去提到就是 因为这些夜黄素跟玉米黄素可以吸收光线对眼睛的伤害 所以它能够保护着我们的视网膜 保护着我们的黄斑部 保护着我们整个眼睛的一个健康 降低眼睛对降低光线对眼睛的一个伤害性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在中华民国的视力保健协会里面 他有再去提到说 夜黄素呢 它除了可以降低光线对我们眼睛的影响性之外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的一个视觉辨识度变得更好 然后降低黄斑部白内障 或者是说降低高度近视青光眼的一些的一个状况性 所以其实在这块的一个保养上面的话 现在已经不只是大人 其实小朋友也随着因为接触到3C产品的关系 我们也会鼓励就是说 小孩子也需要去多注意 夜黄素的一个摄取是否足够的一个问题性的 那食物的来源呢 大部分含有所谓的夜黄素跟玉米黄素的一个食物呢 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在这种绿色系的食物居多 含量最高的东西就叫做羽衣甘蓝 那第二名呢就叫做菠菜 然后再来就是像生菜 其他食物里面其实含量也都是比较少的 含量最高的地方就是羽衣甘蓝 那100克的蔬菜量大概就是煮熟的青菜量的话 大概就是傍晚再多一些 所以呢鼓励大家就是家长也是可以多准备 这些的一个绿色蔬菜 给我们家的小朋友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摄取 那有时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不够的时候 家长在做一些叶黄素的一个补充 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就是叶黄素的一些营养品 来做一些的调理 那以叶黄素的一个补充性而言的话呢 它有分成一种叫油理型的 也有分成叫做紫化型的一个叶黄素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吸收率比较高的话 可以选择就是分子比较小的 这种油理型的叶黄素 但是油理型的叶黄素 因为它稳定度比较不是那么的高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 记得要去选择就是具有专利认证的 这种油理型的叶黄素 那它呢才能够去兼顾到高吸收率 以及高稳定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保护眼睛的一个照顾上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越早开始越好 其实任何健康的一个照顾都是一样 因为我们的眼睛 其实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你要做任何事情 其实都必须要透过我们的一个眼睛 来做这样子的协助 不管你是要欣赏美丽的一个风景 或者是你的工作 或者是你生活当中的各种的一些 生活事项的一个进行 眼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所以在这块的保护上面 也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眼睛它在台湾而言 近视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这些造成我们所谓的一个 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点 也跟我们现代人的一个 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包含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导致眼睛的一个疲劳的问题 以及3C产品进入到生活当中 改变了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用眼习惯的一个情况 都造成台湾变成了叫做 近视王国的一个情况 那现阶段我们虽然还在进行一些 叫做线上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爸爸妈妈们真的鼓励大家 一起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做 怎么样子来保护小朋友的眼睛 因为小朋友的眼睛 你越早让他知道如何去做照顾的时候 他才能够避免他变成叫做高度近视 因为一旦你变成高度近视的时候 记得他是回不去的 而当他变成高度近视的时候 刚刚有提到 他是造成失明的最重要原因点 所以这一块一定就是我们尽量让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够趁早就开始去做这样子的保护 降低日后产生近视的一个情形 那生活面刚刚有去提到用眼时间的控制 距离的一个控制之外 还有多做一些户外 多看远端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营养上面也可以多选择 就是刚刚提到富含花青树的 像是黑出力跟生桑子 帮助我们的结状机来做到一个放松的部分 让我们的眼睛的疲劳可以做到改善 降低甲心近视的一个问题 同时也可以透过三双子的一个花青树 让我们的眼部循环可以更好 也让我们的夜晚视力可以看得更清晰 那也要记得 夜黄树的补充不是只有大人才需要 只要家里面的小朋友开始接触到3C产品的时候 夜黄树跟玉米黄树的一个摄取 都是一个降低光线对眼睛伤害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保护性的营养素 所以这三道营养素 就是也可以提供给爸爸妈妈们 在做这一块的照顾的时候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守护 我们家中宝贝的眼睛的一个健康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也特别针对的时候 在疫情期间 因为我们真的很多生活环境 生活习惯上面的一个改变的关系 所以在这一块如何正确的守护 加上宝贝眼镜的健康 这也是我们特别想要跟大家 来做分享的一个部分 那你喜欢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的内容吗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给我们鼓励 也帮我们把这么棒的一个影音的资讯 分享给更多的一个好朋友 记得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影音频道 赶快按订阅 那也给我们更多的一个鼓励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样子的优质的健康频道 能够帮助更多人越来越健康 那也祝福各位在疫情期间都能够健康 平安 谢谢大家